受疫情影响 今年全球大大小小的马拉松比赛 都已经被延期或取消 为此马拉松选手和爱好者们 自发组织了一场居家马拉松 吸引了来自60个国家的2400多人参加 他们用GPS定位系统和实时数据来确定名字 稍后我们一起来看天气